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王俊凯的《新引力》在某平台播放过一亿后 公司悄无声息地下架了这首歌 数据一夜清零 事后在粉丝的联名抗议下 才重新上传了18秒的小片段 更蹊跷的是 三小只都在该平台放了新歌 但歌曲被下架的福气却只给了王俊凯 这也导致很多人不知道 《新引力》的原唱原来是他 而在王俊凯加入《时代风俊》的11年里 这样区别对待已经不是第一次 比如演唱会上三小只的粉丝都举灯牌 但只有王俊凯的被收走 比如黄磊跟TFBY合作时 找王俊凯艺人乐器却被工作人员拒绝 比如王俊凯的《摘星少年》 公司一直不给买版权 可不久后 《时代少年团》却在央视的晚会中 演唱了《摘星少年》这首歌 演唱这首歌曲的成员有宋亚轩 颜浩翔 贺俊凌 不过严格来看 《时代少年团》只能算是翻唱了这首歌 而王俊凯才是摘星少年的原唱 值得一提的是 王俊凯和TNT《时代少年团》 同属于《时代风俊公司》 王俊凯是TFGuys的成员 《时代少年团》算是TFGuys的师弟团 如今王俊凯 易阳千玺和王源 很少会以组合的形式同台演出 而《时代少年团》的发展势头 明显比之前更猛一些 此次 TNT翻唱了《摘星少年》 而王俊凯的原唱版本却被下架 公司想捧谁也一目了然 在看完这则爆料之后 不少网友就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有网友直言 王俊凯的原唱歌曲 也是多次被公司下架 下架一次播放量就归零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表示 只有解约了王俊凯以后的歌曲才能保住 甚至有网友吐槽 李飞为了捧二团也太不择手段了吧 从这些评论中就可以看出 大部分网友都表示不满公司的行为 又比如周杰伦曾经亲口说过 要给王俊凯单独写一首歌曲 谁知道几个月后 新歌倒是出来了 但从写给王俊凯变成写给TFY 遥想当年 时代风俊刚从地产上转到了造星夜 招募了一批练习生培训 可没过多久 就走到的只剩王俊凯一人 最后是他坚持下来 用一手球鸟救活了整个公司 试问一个劳苦功高的元老级人物 为何受到这样的摧残 在我看来 无非是那四个字 谢莫杀驴 公司和王俊凯的关系 从始至终 都是老板和打工人 二者为利益而生 为利益而去 早年TFY的爆红 让公司看到了偶像的价值 于是 他们开始批发式的 在全国各地注册分公司 大批量账目 有资质的小男孩 着力培养他们 反观王俊凯 他的知名度 从演唱《球鸟》开始 就已经打响了 这就导致公司 一股脑地将资源 倾倒给新人 反而让王俊凯自生自灭 王源新歌 拿下多榜第一 一阳千玺 荣灯70亿影帝 这不免让人发问 曾经一记绝尘的 王俊凯跑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并非突如其来 而是从一阳千玺 靠少年的你 拿下15亿票房 并获得金像奖 从王源远父 伯利克利追求音乐 就已经出现在 观众热议的话题里 不过有句话讲 凡事都要先问是不是 再问为什么 的确 王源主攻音乐 一阳千玺致力演戏 并且都交出了 不俗的成绩 唯独王俊凯 唱歌演戏综艺都沾点 可他最出圈的作品 却是内部 沾了明学光的中餐厅 从表面上看来 这个队长 确实落后小队友一大戒 遥想当年 他可是一个人 救活一个公司的存在 为什么TFY成名之后 他却落到了这个地步 在我看来 这和公司路线 自身规划 对手竞争都脱不开关系 王俊凯的公司 是时代风俊 中途他也跟李冰冰 和合宋传媒有过合作 时代风俊地产商起家 根本没有一套成熟的 艺人运作模式 一上网搜索老板 搜到的 只有他和别人打官司的起诉书 以及艺人粉丝对他的各种控诉 或许是意识到了公司的劣势 王俊凯期间也投身过和宋 和宋创始人是李雪 李冰冰的亲姐姐 是从中国第一经纪人王金花 虽然听上去牛逼哄哄 但王俊凯跟和宋合作的这期间 得到的和想象中的却是天差地别 一部平分5.0的解忧 几趟频繁往返美国的行程 反倒是和宋靠着王俊凯的流量 挣足了热度 除了不成熟的公司外 也离不开王俊凯自身的规划 他一个年轻的流量 在时刻需要热度维系的阶段 选择了闭关拍戏 为了拍路川的749局 他甘愿闭关9个月 9个月是什么概念 足够崛起一个新的顶流了 无独有偶 有一段时间 王俊凯受到脱象 还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被许多人披颜值下滑了 而真相是他即将饰演一个被做研究的受虐者 当然还有句话叫做木秀鱼林封闭摧之 2021年1月 王俊凯向警方报了警 并表示一个叫做余某的女子 自称业内人士 说要跟王俊凯谈合作 但又不给出具体方案 被工作室婉拒后 开始频繁骚扰王俊凯 言语中多有威胁的措辞 不仅如此 他还多次利用自己的势力 编造谣言 制造危机公关 逼迫王俊凯就范 没过两天突然冒出一批田园女权 声讨王俊凯支持家暴 一下子节奏就被人莫名带了起来 仅仅三小时 关于王俊凯禁夫事件的帖子 就多达上千条 此事的缘由 是因为王俊凯在去年6月 和职业电竞选手麻辣香锅一起游戏时 无意间说了一句 禁夫都16集了 这里的禁夫特指的是游戏中的万豪 在游戏中可以完美堪特上单四姐妹 所以被人戏称为禁夫 暗潮家暴明星蒋禁夫 王俊凯身为国内顶流偶像 无意间说了这两个字 就被有心之人添油加醋的抹黑成 不尊重女性支持家暴的艺人 这样天马行空的联想 稍有点头脑的人 都不会被人给强行带了节奏 然而这位游某却最擅长引导舆论 利用水晶强行误导网友的想法 一时之间 王俊凯的黑料疊出 游某在这次成功运作之后 仍不死心 王俊凯这边禁夫事件还未停歇 两天之后又被人蓄意抹黑 造谣与大秘密有着不纯洁的关系 由于爆料贴甲中掺杂着真料 一时关于王俊凯的谣言 也被大家认为是真实的 因为那个时候 华晨宇和张碧晨的料被坐实 王俊凯就这样莫名躺枪 再一次被扣上了私生活混乱的帽子 短短的这一个月 王俊凯已经被抹黑了十次 忍无可忍的王俊凯 终于选择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 经过调查 这些黑料都是游某刻意制造的 然而游某在面对法律制裁时并无悔意 在网上公布了一段疑似 王俊凯经纪人的录音 企图用一个王俊凯身边的人的口吻 让大家相信王俊凯是一个不敬业的艺人 这些大概都是游某口中所谓的资本的力量 然而在这个事件当中 都是王俊凯自己在为自己公关 而他所属的公司时代风俊却毫无作为 原因是时代风俊对王俊凯一直都有打压的行为 2016年团队三人的生日会 差别对待 可见一二 王俊凯的生日甚至是寒酸 不仅会场空间狭小 LED屏坐远了都看不见 用的话筒都是吊气严重 所以说不是王俊凯不红 是有人千方百计的不想让他红 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王俊凯当众发脾气 事情发生在2020年初一的一档音乐综艺 王俊凯是评委团之一 当天分别有两支队伍表演节目 但最后牛奶乐队仅得了两票 而王俊凯问起原因时 乐评人给出的答案是 他们在表演过程中没有人跟队友互动 没有音乐混 要问王俊凯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激烈 我想是因为他也被各种奇怪的理由针对过 在以TFY的身份出道前 王俊凯也曾在形色各异的选秀里周旋 2021年年仅13岁的他翻唱了球鸟 再往上小火了一把 紧接着他买怀细心的参加了一档选秀 继续演唱了这首成名作 谁知道导师听到一个小孩选了情歌后 当即展开了三连机 看着眼前懵懂的王俊凯 导师再次感叹 这种不被人认可的无力感 没人比王俊凯更清楚 所以他这次才会为选手仗义之言 因为临过雨的人才会更想给别人撑伞 心酸的是 逆袭成顶流的王俊凯 虽然不用再去选秀 但让他受委屈的人 却变成了工作人员 比如某次活动结束后 工作人员抢先上了准备的车 然后不停地叫别人上来 就是把王俊凯晾在外边 直到位置坐满 走投无路的王俊凯只能卑微地问道 我可以开自己的车吗 或许王俊凯也知道 靠公司没前途 靠作品才是王道 所以他才愿意闭关几个月 只为拍一部好戏 说真的 当初他们单非不解散的原因 小凯千里冰冰就走错了一步棋 因为你受制于人 虽然王源也签了大话 但是范冰冰后面出事 王源就顺理成章地解脱了 千玺自己成立工作室 谁也不签 她的自由度比两兄弟大了许多 虽然前期道路艰难 前途未卜 但是千玺挺过来了 古人说的 靠人不如靠自己 所以小凯欺满 立马解约狗图公司 再找几个得力助手 未尝不能再闯辉煌 虽然也还是有一段 荆棘的路要走 那么问题来了 断桥一出 她能逆袭吗 圈妹始终相信 在黎明前站上黑暗 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善良和正义一直灰在 预祝断桥大迈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